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亚比米勒的阴谋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来实现这一目标? 你要我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行 四十句的第九章一到三十三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一到六节 耶路巴黎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世界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外祖存家的人说 请你们问世界的众人说 是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 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界人听 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 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 就从巴黎比利图的庙中取了七十十个的银子给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用意雇了些回徒 跟随他 他往阿弗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的弟兄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盘石上 只剩下耶路巴黎的小儿子约堂 因为他躲藏了 世界人和米勒人都一重聚集 往世界像素盘的柱子那里 逆亚比米勒为王 我们学习的基电的故事 正如希伯来书后来所描述的那样 基电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在胜利之后制作了以弗德 使得以色列人后来去敬拜他 可以肯定这不是基电制作他时的意图 但他却成了他家人和以色列人的网络 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基电的家庭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 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亚比比勒 他是基电在世间的妾的儿子 我们在第九章讨论的正是这个亚比比勒 在第八章是以基电之史为结束的 根据我们的时间的走线 就到了公元前1144年左右 因此当我们过渡到第九章中 我们注意到从本章中的语言 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基电死后 以色列再次陷入了偶像崇拜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上帝因此给以色列带来的通常的压迫 相反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相信 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们看到以色列或者说 至少是以色列的北部建立了一个国王 然而这个国王并不会像后来的扫罗 往那样被上帝高谋的 这位国王是由世间人损除 过程是邪恶的 那么对于当时的政治 我们要记住几件事 以法连是因为世罗在他的领土之内 又因为约苏亚是出自于他的支派 所以自以为是以色列各支派中的交交者 基电虽然不属于以法连支派 他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 那么这些支派的首足之争 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父亲约瑟的时代 因为约瑟的小儿子马拉西 获得了与生俱来的长子的权利 而不是以法连 那么基电死后 尽管说基电拒绝让他的家人去统治以色列 但是人们很自然地认为 基电的家族仍将继续在以色列发挥领导的作用 那么亚比米勒就利用这两个支派之间的不信任 为他自己谋取利益 作为基电在世间的妾所生的儿子 亚比米勒可以说 与未与法连边界的世间城的人有学员的关系 于是他就向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 是哪一个更好 是由基电的72个儿子来统治 还是由他一个人来统治 于是世间人就决定去跟随亚比米勒 但是如何处理基电的其他的儿子呢 只要他们活着 以色列人肯定会倾向于跟随他们 这就是亚比米勒谋杀他兄弟的阴谋产生的开始 于是亚比米勒就雇了一些匪徒 在俄佛拉杀害了亚比米勒的兄弟 唯独小儿子约坛躲得起来 之后世间人和米勒男就逆亚比米勒做王 现在仅仅因为亚比米勒被逆为国王 并不意味着上帝是认可了亚比米勒 他没有的 而且上帝会在实战的时候 对亚比米勒的背叛给予惩罚 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说 亚比米勒不是以色列的事实 他是的 他是一个邪恶的事实 他不是神指定的能 但是他仍然是一名事实的 是以色列所追随的事实 下面我们继续阅读 第九章的七到二十一节 有人将这一事告诉约坛 他就去站在基睿星山顶上 向众人大声喊叫说 世间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 就去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我们的王 高兰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公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五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五花果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葡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能洗热的新酒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荆棘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荆棘回答说 你们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 就要投在我的阴下 不然用火从荆棘里出来 浇灭里巴嫩的香白树 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 诺案诚实正直上代 耶路巴利和他的存家 这就是仇他的脑 从前我父 冒死为你们征战 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你们如今起来 攻击我的富家 将他种植七十人杀在 一块磐石上 用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 亚比米勒为世界人的王 他原是你们的弟兄 你们如今 诺案诚实正直 在耶路巴利和他的家 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 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 不然用火从亚比米勒发出 烧灭世界人和米罗众能 又用火从世界人和米罗众能 出来烧灭亚比米勒 约坛因怕他的弟兄 亚比米勒就逃跑 来到彼儿 住在那里 那么在吉利新三里上 约坛就像众能讲述了一个童话的预言 像听众传达一种寓意 圣经当中经常看到预言 但是童话并不多 另一个童话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 那么在约坛的童话当中 讲述了田野中的树木 想要高利国王 他们首先请橄榄树 但是橄榄树拒绝了 因为为了要成为国王 他就必须要停止 用来荣耀上帝和人类的油 然后这些树就带着相同的请求 去问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得到了类似的回答 最后树木就去问荆棘 我们知道荆棘是一种多次的灌木 不解果子 人类唯一的愿途就是用它来烧火的 荆棘当被要求统治树木的时候 回答说 如果真的要认命它为国王 就要来到它的树荫之下来躲避 荆棘并没有真正的阴影的 所以当荆棘这么说时 树木应该重新要考虑 是否让荆棘委婉了 然而 如果将我认命国王是不对的 荆棘就说到 那就让活从荆棘中出来 并吞噬泥巴嫩的香白树 这是荆棘有能力来做到的 那么荆棘讲这一课图话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 基建和他的儿子们 以橄榄树 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为代表 都拒绝成为以色列的王 然而 亚比米勒是荆棘 与荆棘结盟会使他们受到伤害 因为他不会给他们带来阴影 也就是保护的 但却有能力来摧毁他们 约坦说 如果利亚比米勒为王是正确的做法 并认为伤害基建的家族 而这个家族的首领多年之前 将他们从米甸人手中解救出来的 是报答基建的正确方式 那么你们就同亚比米勒一起欢喜吧 然而 如果利亚比米勒为王 并杀了基建的存家是不对的 那么就让活从亚比米勒身上出来烧毁你们 让活从你们身上出来 来烧毁亚比米勒 当然 利亚比米勒为王 并杀害基建的家人 并不是正确的做法 因此我们将会在本章的后面 看到这个咒诅是如何实现的 约坦知道他的出现 以及他讲的童话 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所以他就逃到了比尔 那么我们并不具体的知道 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的 然后下面我们接着阅读第九章的 22到33节 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使恶魔将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 事件人就以鬼诈带亚比米勒 这是要叫耶路巴黎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惨害 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 又叫纳留他们学的罪 归于帮助他杀帝宣的事件人 事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 等候亚比米勒 反从他那里经过的人 他们就抢夺 有能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帝宣 来到事件 事件人都信靠他 事件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 与别的儿子加勒说 亚比米勒是谁 事件是谁 是我们服侍他吗 他不是耶路巴黎的儿子吗 他的帮手不是西部勒吗 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后裔 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 我用证明归于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亚比米勒 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 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吗 一载西部勒听见 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 就发露悄悄地打发人 去见亚比米勒说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帝宣到了事件 上祸城中的民攻击你 现在你和跟随的人今夜起来 在田间埋伏 到早晨太阳出来 你就起来创成 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坐 那么在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说 三年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们假设亚比米勒是在积淀的时候 不久就被逆为王 那么现在的时间是到了公元前 1141年左右 从这里的文中来看 亚比米勒似乎不是住在世界 但是他确切的位置我们并不知道 上帝就使得世界能与亚比米勒的关系恶化了 以便为他们杀害积淀的孩子的罪来报仇 然后我们看到了 有已别的儿子加勒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男生来在哪里 但知道的是 他是一个煽动者 他来到世界 选求他们去信任他 并说他会除掉亚比米勒的 加勒还向世界能提的一个问题 谁是亚比米勒 谁是世界 他们应该试分谁 加勒在这个例子中使用世界能来替代亚比米勒 类似于在三年之前 亚比米勒利用他与世界能的关系 来得到了世界能的支持 在列晚纪上十二章十六节中 以色列对罗伯安说了类似的话 加勒在这里质疑亚比米勒的出生 因为他告诉他们 实际上亚比米勒也是基甸的儿子 来自马拉西之派 而不是世界的孩子 那么这一项的指控 指在那世界能去反对亚比米勒 而且是奏效的 亚比米勒的军官 希布勒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亚比米勒 他吩咐亚比米勒晚上的时候在天间摆服 等到天亮时就冲进城内 出其不一地功取 而当加勒能出来与他作战的时候 就可以趁机去对付他们的 这个听起来是个好建议 好,今天的学集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集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